欢迎您来了解部落格好好玩,体验云端世界的课程内容简介 本课程有教学部落格,欢迎参考影片中的网址 授课期间为2013年3月至7月 授课时间为每周一晚上7点至9点40分 授课地点为台北市内湖社区大学,内湖高宫内 课程的选课要求,应具备电脑基础概念 因应电脑教室的作业系统,学员应会操作Windows作业系统 并且使用浏览器上网 拥有email账号,且具备web界面收信系统 会使用学生碟,上课时请记得携带学生碟 会使用数位相机 课程理念及目标 理念,喜欢跟人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吗? 只需要动动滑鼠,即可轻松拥有属于自己风格的部落格 让静态照片动起来,串起您许多美好回忆 目标,经营个人部落格,做自己的数位海报 动手修照片,制作影片,分享生活,散播快乐 一周的课程主题为课程简介及电子信箱应用技巧 我们将介绍本学期的课程内容,并且让同学之间互相认识 还有了解云端科技的应用 建立及分类email通讯录,寄信时的注意事项 这周的课程主题为,踏上云端之旅及脸书应用技巧 将带领大家认识免费快速可稀释的浏览器 将浏览器安装在您的学生碟之中 让您的云端之旅更加顺畅 并且带领大家认识Facebook的基本应用及注意事项 第三周的课程主题为,打造自己的部落格 什么是Web 2.0 部落格的历史源源,认识各家部落格平台优缺点 并且让大家在谈指瞬间,开创个人的网站 并且熟悉部落格后台系统,开始与网友之间博感情 第四周的课程主题为,在云端发生,部落格基本发文应用 本周课程主题将带领大家在部落格里进行基本的发文应用 并且进行分类及管理您的文章 第五周的课程主题为,在云端发生,部落格进阶发文应用 本周将带领大家在部落格发表图文并茂 且生动活泼的文章 第六周的课程主题为,T次处理大量相片 在云端开摄影展的相簿管理应用 您有出外旅游后整理大量照片的困扰吗? 让我们使用免费、轻巧、可稀释又好用的影像处理软体 来整理您的大批照片 并且使用部落格相簿平台,建立起一本又一本的网路相簿 第七周的课程主题为,一学就上手的修相片方式 本周将带领大家使用免费影像处理软体 让您一学就上手来调整您的相片 像是调整相片大小、色阶调整、曲线调整、摄像饱和度调整 第八周的课程主题为,制作专属相框、多图外框应用 我们将使用影像处理软体,制作属于自己的相框 并使用多图外框来增添相片多元性及可看性 第十周的课程主题为,做自己的数位海报 套用样板编辑,套用样板、托拉、滑鼠 做出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数位海报 课程主题为,做自己的数位海报、自由编辑 本周将带领各位使用网路平台 让静态的照片动起来 谈指瞬间,在网路上做好一个声光效果十足的相片MV 十三周的课程主题为,收藏云端影片最佳拍档 利用免费可稀式影音转换软体,将来自云端、相机或摄影机上的影片 转换成方便在电脑上播放或超速的档案 第14周的课程主题为,你的云端频道YouTube基本应用 本周将带领大家开创你的电视频道 并且熟悉YouTube基本操作界面 上传您的影片,并且编辑影片资讯的应用 第15周的课程主题为,你的云端频道 YouTube进阶应用 本周将熟悉YouTube进阶操作界面 如何在您自己的影片之中加入背景音乐、字幕、注解 并且进行您的影片的微调 第16周的课程主题为,你的云端频道 YouTube线上剪辑应用 深入应用YouTube最新功能 将多部已上传的影片重新剪辑成一部新的影片应用 本课程可直接取代先前教学的Voomimaker 第17周课程主题为,部落格进阶设定 让您打造独一无二,完全属于自己风格的部落格 透过CSS码设定改变字体大小、字形、颜色、背景图等 第18周的课程主题为,课程总复习 本周将进行整学期的课程总复习 学员也可以事先来信 要求有兴趣的主题 广连部落格好好玩 体验云端世界课程简介 欢迎您加入我们 一日で进行的交通